你谁啊 请问是张仿东吗 我是呀 我想租您的房子 这位先生 你真的想租我那套房子啊 租金上调百分之二十 两年整座 先生 我们租房也是要讲诚信的 租我那套房子的小姑娘 人很好的 逢年过节 都会给我准备礼物 我这样贸贸然地 把房子给人家收回来 人家一个小女孩子呀 无家可归啦 百分之四十 成交 我这就去准备合同 马上啊 帅哥 马上 就可以临包入住啊 龙亭七十九号七零二那套房子 帮我挂到网上去 价格 比周围第三千 第三千 那肯定抢不头了 袁总 您要是真想做慈善 不如租给我吧 之前和您勾透过的那些家具 都帮我准备好 另外 再找一对装修队待命 好 您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给你发过去的资料 都收到了吧 只能租给这一个人 你要是 五千 家具风格最好简单一点 不要太浮夸 有铁衣床优先 如果能有个大阳台 能看到上海的夜情 就更好了 俊俊姐姐 您的要求可真是不高 那位置嘞 嗯 如果有地鐵的話 遠一點也無所謂 停床 大陽台 上海業績 還全部都符合啊 在哪兒 在哪兒 龍亭小區 那別想了 肯定做不起 那個小區別名 叫魔都投行後花園 很多投行經營都住哪兒 價格至少翻一倍 你是不是網上價格 這麼便宜啊 嗯 去家廣告吧 你管她是 這傻錢貨的再說嘛 喂 你好 那位 呃 喂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您是不是有套房子出租啊 在龍亭小區的 哦 是啊 呃 那個我想問一下 呃 是真的 每個月七千嗎 是啊 那我們能明天上午 過去看房子嗎 呃 請問您貴姓啊 呃 我姓徐 不好意思啊 徐小姐 那個 哦 不是不是不是 已經租出去了 但是我是替我朋友問的 你他姓姜 姓姜 您剛剛 是說房子已經出租了嗎 呃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房子還在呢 還在呢 您朋友的手機尾號是 3097嗎 那是是是是 就是這個手機號碼 那今天下午一點 我帶你們去看啊 好嘞 那就下午看 謝謝您 請過來 喂 喂 顏總 您好 哎 您指定的那個租戶啊 已經聯繫我了 其余約的是 今天下午一點鐘去看房 哎呀 我猜 不對啊 都一點了 怎麼還沒到 這個房子財商特別好 然後公司公司也特別好 您要是租了這個房子 那肯定生意嘎嘎嘎 誰啊 你看看房子還滿意嗎 哇 菁菁 這格局一看就是你會喜歡的格局啊 還有幾個沙發就是你喜歡的那個壁室 因為這所房子呢是第一次出租 所有的家具都是新的 採光也非常好 說實話 這套房子有點超乎我的預期了 而且它的租金 比這位的均價還要便宜一兩三千 是有什麼特殊原因嗎 這 不會是凶宅什麼的吧 凶宅 絕對沒有的事 我跟您說 這個房子自從掛到了網上 我的手機就沒有停過 關鍵是咱房東不差錢啊 就想找一個乾淨的租戶 正好江小姐 您的各項都符合房東的要求 所以說今天才帶您來看這座房子 這邊 你粗啊 你不是說這兒是投放後花園嗎 你想想 萬一你住下來以後 你像那陸前還沒來去了呢 江小姐 如果您真心想租 咱們今天就可以簽合同 今天就可以辦理入住 那個 我還是在 俊俊 查到了 說雲泰沫一直在養屋 但是 她每個月都會去一次回望 多少款 而且就是在今天 真的假的 那我現在就過去 你好 這個房子我訂了 然後那個簽約的事情 你跟她說 好 我去 進去 進去 沒成嗎 你有您朋友的身份證付雲件也行 然後我帶您去辦理手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晚上就可以辦理入住了 好嘞 謝謝你 好嘞 謝謝你 好嘞 好嘞 謝謝你 謝謝你 好嘞 謝謝你 謝謝你 谢谢大家